第十八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呢 今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举行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林森继续在那里采访报道 现在呢我们通过卫星连线 请林森介绍大会今天的情况 林森你好 李肃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众所周知啊 艾滋病的疫苗的研发是预防治疗和最终战胜艾滋病的关键 所以呢各界人士都非常的关注艾滋病疫苗的研发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贾平呢 贾平是中国全球基金观察项目的创始人和总执行官 那么贾平呢是一位律师 他对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以及全球基金在中国的使用情况 还有这个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现状都非常的关注 现在我就请贾平来谈谈这些话题 贾平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呢 先是泰国 后来前不久中国也传出来说是研发出来的这个艾滋病疫苗呢 说有所突破 但最终呢 结果还是令人失望 感觉到不是那么特别的令人满意 那么大家呢就感觉到对这个艾滋病疫苗的这种研发呢 感到有些失望 这个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到底有没有前景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呢并不是一个疫苗的专家 我可能是一个局外的人士呢 来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的潜见 我认为呢 在去年泰国啊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这个泰国的疫苗的这个实验呢 有所成功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发现他的样本 他的基本的样本量和这个他的这个实验的数据 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乐观 那么他的样本是有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样后来的这个国际媒体和这个包括一些这个专业人士 包括国际疫苗协会最后都出来了 这个上台来自己澄清嘛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有进步 比较positive 但是呢 依然是 就是进步是有限的 并没有想象的 预期的那么好 我们发现呢 这个最近中国也在做疫苗的这个研发活动 但是这实际上是中外之间的这种疫苗的研发 他的这个这个理论 就是他的这个框架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一定有突破 我个人表示一种怀疑 那么可能 目前呢 这个这个国际上呢 对这个疫苗的研发呢 也表示也有一种比较失望的态度 这实际上涉及到对疫苗的这个资金分配问题 就是对于疫苗的投入 各国对于疫苗的投入 包括药厂方面 对于疫苗的投入 是不是 十分有限 那么在目前这个金融危机的 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 那么他未来的投入的走向是什么 那么另外一个涉及到呢 这个疫苗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治疗性研发 治疗性的疫苗 一种是预防性的疫苗 如果说更多的资源 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投入到治疗性的疫苗当中 我认为在一定的时间里是有希望的 但是目前呢 比较让人失望的是资金的这个分配 似乎是说研发的投入 在这一方面呢 是有限的 同时他也 实际上就很严重的涉及到 未来疫苗的价格问题 由于他的知识产源的保护 国际协调的不利 未来呢 都有可能导致价格过高 而使得疫苗的研发的前景又暗淡 小平你刚才谈到 就是这个疫苗的研发 最后能不能成功 他有一个就是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 那么刚才我介绍你 你是这个中国全球基金观察项目的创始人 你创建这个组织 我们知道 艾滋病预防 全球基金在中国 自从2003年以后 如果没说错的话 有大量的这种国际基金呢 流入中国 那么中国对于各方面 中国政府也好 非政府组织也好 对这些全球基金的使用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能讲一下介绍一下 这个中国呢 得到了一个 在去年的时候呢 从全球基金得到了一个 最大的这个滚动项目 RCC项目 应该总额达到了5亿美金 在未来的6年 今天1月1号启动 未来的6年呢 将要运行这样一个 最大的项目 它实际上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之下市 和2000多个 就是讲市市县 应该讲是一个庞大的一个项目 那我我认为呢 这个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正面的 一个positive的 对中国来说 应该它有利于在中国 这个全方位的 就是说这个加大 对于艾滋病的抗击的力度 但是我也对这个 它的这个治理结构 跟资金的使用 以及它的管理的流程呢 表示 应该讲是有一种的担忧的 我认为它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呢 是这个 这个它的 目前的这个 全新中国项目的治理结构 它是在国外办 卫生部和CCM 也就是国家学团委员会 三重管理之下的 那么在这个管理架构当中呢 实际上是有一种overlapping 是有一种交叉的 如何厘清 其中的这个治理的关系 谁能够占主导权 或谁能够这个 更有效的进行治理 那么这是未来 对于中国全球基金的项目的 执行的这个有效性 有巨大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是 卫生部在 这个治理结构当中呢 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这种治理结构 似乎并不有利于 某种原则 这种原则是 多部门参与的这个原则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现在是政府控制了 主要的这个大部分资金呢 而这个草根的NGO 得不到这些资金 有这个问题吗 我想呢 这个草根和政府之间呢 确实有这样一种争议 这就涉及到这个 我们讲 我刚才要讲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首先是一个省级 在大部分的资金 要下降到省级 那么如何对这些省级的这种 卫生系统进行调控 进行管理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两千多个视线 简直就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对 如果是仅仅靠 卫生物的力量的话 第三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草根的问题 草根如何能够有效的 参与竞争 如果能够有效的提高自己 就像全球基金所提出来的 一个原则一样 如果有效的提高 它的这个叫做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就是有效的参与 以及提高自己的 这个产品的质量 就提供服务的质量 这个是未来草根如何能够有效的参与 中国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或者是一个就能够justify自己 但是这样的 这种角度上来讲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的认清楚 看清楚这个草根 认清楚草根的价值 并且积极的推动多部门 去支持这个民间社会 它的能力的提升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还是接着刚才说这个草根 这个NGO的问题 就是所谓非政府组织 我们都知道 中国政府进行这种政府的行动 对艾滋病进行防治 是起步比较晚的 2003年才刚刚开始 在2003年之前 中国有很多草根的个人 或者叫艾滋病的维权人士 或者叫个人的这种草根的NGO 他们在对中国的艾滋病的防治 推动中国艾滋病的防治 起到了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在2003年以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央政府 对艾滋病的防治 就非常的重视了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观察人士 有这样一种印象 这个印象就是说 现在这些最初这些草根的 中国的本身的这些NGO 这些非政府组织 还有这些维权人士 他们现在因为政府 已经投入的力量 非常关注了 他们现在中国的这种 生存的状况怎么样 是不是因为现在有更多的 国际NGO大的 非常大的这样的 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 这些草根非政府组织 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非常关键的应该点 应该说呢 这个会议的主题 叫ride now 实际上就是一个保障人权 实际上就是 现在就需要人权 实际上在过去03年以前的 中国的人权的 这个倡导者们 为中国的艾滋病的 今天或者它政策的 巨大的转变 高层领导的这种 commitment 应该做出的历史性的 不可闻灭的贡献 这点不应该忘记的 但是下一个阶段 我们要看到的是 在门打开了以后 这个整个的这个气氛变了 那么它形成了一个 竞争性的环境 像您提到的 这个国际机构进来了 国内的机构在 中国的发展 那么 尤其是这个中国政府 包括各级政府呢 尤其中央政府 做出了很多承诺 在这个承诺以后呢 似乎过去的 那一套倡导的方式 有一种就是 它没有效果了 或者说失效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说 这恰恰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它并不意味着说 人权的倡导者们 就失去了作用 而它恰恰意味着 人权的倡导者们 应该从早年的那种 单一的倡导模式 走向一种 更为国际化接轨的 更理解这个草根的 更理解民间社会发展的 更理解这个 非诚募组织的这种发展 更理解各个边缘人群的文化的 走向这么一种 更加专业化的 系统化和国际化 接轨的这么一种思路 我们看到这个维也纳 这里是叫做这个 现在就要保障人权 就是more than never 我们看到了这个 对于这个 吸毒人群的保障 对于MSM 就男男性行为者 对于性工作者 对于感染者 对于药物倡导 实际上 这个全球范围内 人权的倡导 已经开始走向了 细分和专业化 这是我们的 在中国的这个 人权活动家们 所面临的挑战 这要对于 中国的草根来讲 同样也面临着 如何把自己的能力 进一步的提升 能够更提加 不仅是提高 有效的倡导 和政府有效的 建立起联系 有效的对政府 进行游说和政策的推动 同时也要求 相当一部分的草根 跟这个草根的网络 能够提供合理的 合格的 有效的这种服务 那么在人权的倡导当中 这是全球基金 也要求这一点 也提出建议这一点 那么 大家都很关注 一种叫做 evident based documentation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草根 作为一个人权活动人士 应该有更积极的关注 以证据为基础的 更有力的 能够把自己的意见 表达出来的 有理有据有结的 这么一种能力的提升 非常感谢中国全球基金 观察项目的负责人 贾评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这里告诉我们的 各位观众 关于刚才这几个问题的 我还会发回文字 和广播的报道 你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在这里提醒大家呢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有关于第18G艾滋病 国际艾滋病大会的 一个专题的报道的栏目 所以欢迎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现在把时间交还 华盛顿演播室 你坐 好 谢谢林森